昨晚的时装之夜活动 请来了许多娱乐圈的女神 于是这又是一场睁眼斗艳的盛会 春春一身黑红条纹西装 仍然走得中性帅气风 堂堂穿着红色亮片连衣裙 加上烈眼红唇 更加显得她的牛奶鸡百道发光 大甜甜的粉沙花朵连衣裙 也是real仙气了 神仙姐姐身穿刺绣连衣裙 依旧端庄优雅 但是包子脸好像又圆润了一点 跟超苗条的堂堂站在一起 两个人还出现了醉蒙胳膊叉 而刚刚恢复长发造型的纳扎 穿着露肩深微的粉色小短裙 走上了红毯 在寒风中小露苏兄十分惊艳 在直播视频里也是性感又可爱 网友们都惊为天人 感慨纳扎的红毯动态 竟然比工作室的精修图还好看 但是也有网友发现纳扎的最新造型 居然还有点撞脸大秘密 特别是鼻子简直一模一样 只能说美人果然都是相似的 因为猎场热播 而重回人们视线的胡歌 又成了娱乐圈的话题焦点 最近有网友爆料说 老胡前几天在成都的一家纹身店 纹了一个超大的翅膀花壁 因为翅膀铸成的盔甲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虽然没有老胡的正面照 但是照片里露出来的另一处纹身 正是老胡当年在同一家店 做的父母结婚照 当初老胡在短片最美表演里 曾化身拳击手 赤裸上身出镜 露出健硕饱满的胸肌 和性感十足的纹身 花壁纹身的消息一出 粉丝纷纷炸开了锅 质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小八哥忍不住去巴拉巴猎场 和大好时光 在这两部剧里 老胡都有露出光溜溜的美背 没看到父母结婚照的纹身图案 有网友猜测 是剧组用了化妆手法遮住了 老胡到底有没有去纹花壁 这一点还尚待确认 大家觉得对于经常上镜的演员 纹身是不是一个麻烦问题呢